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垃圾征费的问题 或者跟大家谈一谈 究竟我们在南威尔斯Council是如何处理垃圾 而我们要负什么责任呢 在看下去之前 麻烦大家记得免费订阅 谢谢 想当年我们在香港居住的时候 即是九七次前没有什么垃圾清费 主要是在哪里居住 例如多数是住大厦的 有垃圾就去垃圾房 有清洁工人就会帮你清理 或者放在后楼梯 当然大件的家具就去垃圾房 这些是拱式来的 你说政府有没有额外收住户的费用呢 当然是没有了 除了这个年月过去的经济发展 政府要收征费 没有口非的 因为很多地方都有收 好像台湾都有收 主要是政府本身经济能力出现了问题之后 或者自负盈亏 或者你自己住户 就是负回自己的责任 就是你扔多少 就给多少钱 其实看来是很公平的 但是因为你人有富贵 也有弊异的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给出额外费用 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 例如有些人真的在买的 就算是几十元 对他们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有钱的 你当然是不会自在那几十元 或者一百几十 但是贫富大众 基层的朋友 在这方面 的确是百上加价 在我们南威尔斯来说 就是 倒垃圾 就不用给什么额外费用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费用 其实都是包在Council Tax 里面 就是说你给这个地方税的时候 你倒垃圾费 其实是在里面的 以前就是没有分类的 我们没有分类 就是家居 就是一个垃圾都可以安装 随着环保意识增强 卫生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把材料 或者容易腐烂的东西 放在垃圾桶里 就会臭 尤其是那些材料 即是叫做Kitchen Waste 是特别在夏天 很难顶 所以就是各方面 各种原因 就是在几年前 南威尔斯这边 或者英国 就开始分类了 南威尔斯这边的地方政府 都是很好的 当要分类的时候 他们都会给一些工具 给我们 例如他会供应一些 就是一些箱 环保箱 去装一些分类了出来的垃圾 例如棺 玻璃瓶 或者一些叫做卡纸 纸张之类 之类 另外他也是免费派发 那些叫做送渣袋 就是用来装送渣袋 即是food weight 那些袋 免费派发的 甚至乎你可以上网 叫他免费送给你 或者你走过一些地点 指定地点 例如图书馆 里面都可以拿 你去那个reception 你问他拿 他就会给你的 也是免费领取 那这个袋 是非常完善的 那当然 你住户本身也要付出 就是付出时间去分类 就是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这个也无可口非 这里住的朋友 很多都很愿意的 都没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投诉 至于就是说 倒垃圾方面 以前可能council 就有了算些 就是一个礼拜 倒一次黑色垃圾袋 就倒一次环保的垃圾 例如你分类的那些 怎么办 黑色垃圾袋 黑色垃圾袋 要自己买的 就不是政府给你的 黑色垃圾袋 里面就是 你分类了之后 剩下来的垃圾 其实这些垃圾 理论上是干爽 不会腐烂 不会腐化 也不会有臭味 其实主要都是一些 家居的垃圾 例如一些包装 食物的包装 或者你买回来的东西的包装 就是不会腐烂的东西 随着经济下滑 大家都说 英国很穷 英国的经济 都很低迷下 未知很穷 正常在伦敦 都有一个 世界有知名的金融中心 所以council 就开始缩减收垃圾的次数 黑色垃圾袋 黑色垃圾袋 council又会给一个垃圾桶 要把垃圾桶给你 也是免费给你的 那你就把它放进去 以前是一个礼拜一次 现在是三个礼拜一次 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 好像我和途方人 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垃圾 可以说三个礼拜 都存不到三袋垃圾 即是一个礼拜都不会有一袋 通常三个礼拜都只有两袋 黑色袋垃圾 所以三个礼拜多次都没有问题 至于Food Waste 即是分类的 仍然是保持一个礼拜一次 我听到 譬如香港现在说 征收垃圾费 我记得那时候 这些大件垃圾 譬如你想丢一张沙发 或者丢一张桌 只要有人帮你抬上垃圾房 丢下垃圾房 便自然有人帮你清理 现在好像要逐件收费 其实这里也是 我们也是 譬如你想丢一张沙发 如果自己没有能力 拿去垃圾站 你真的要单号叫Cancel 帮你收费 他也是逐件帮你收费 三几十磅也重要 另外电器也是 譬如洗衣机 各样东西 那些电器丢出去 你可以叫Cancel 如果是大量的话 其实这里附近有很多设计 也就是持有大货车 就在车上转 这样你可以不要电厅 例如洗衣机 或是水煲 甚至是侮识机 也可以 这样就放在你本身的范围里面 譬如你有前院可以 把他放在前院 你自己的范围里面 如果你有收费那个电话 你就找到他 你找到他便要需要收费 如果你不召唤他,你会知道附近有一些新华佬在巡逻车 只要放在外面的话,他就会自然而用给你拿走 但记住,你要有用的东西千万不要放得太远 譬如在前院,你放得太远的话,那些新华佬以为你不要,他就会拿走 所以记住,有用的东西不要放在前面,放在后面,不要让他看到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有一张椅子,其实我是不要的 只不过我打算推出去,然后再放在下面 谁知道转过头,那张椅子已经被新华佬拿走了 新华佬不是一样的东西,冰箱是不会收的 你就不用打算扔出去 如果冰箱要扔出去的话,有两种方法 在这里来说,如果你有车就比较方便一点 这些比较大件的东西,你可以在网上预约 预约了Council,然后你车这些东西 就去到附近的大垃圾站,将其来棄置 不令收费的 即是你自己车上去扔出去就不令收费 如果你是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譬如雪柜 这类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约由Council来收 它也会着略收费用的 一百磅几十磅不等 其实垃圾经费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觉得只要看看你的社会 那个结构和你的社会的状况 经济状况 如果你是富裕一点,其实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如果你的经济 民生不是太富裕的话 我刚才说过,低下阶层和基层的人士 就会百上加根 这个也是对于下滑的经济 也是一定的影响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他要给亚务的钱 他就会少一点 即是投入经济市场上的钱就会少了 在这些大城市,例如香港 进行垃圾经费 其实一定是困难的 为什么呢 第一,人口密集 第二,你居住环境的问题 例如你住在大厦 这间大厦有几百户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而且每个人的教育程度都会不同 价值观也不一样 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例如你本身很乐意的 你做得很好 但是有些不生性的 或者有些不听话的 继续把垃圾捞在垃圾 可能会造成一些健康和卫生的问题 甚至是一些糾纷 难道你南威尔斯或英国没有缺德的人吗 当然有,有多些事 但是因为这些居民 互相守望的意识是比较强的 因为始终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 你当然不会希望你居住的地方 让任何人或任何事 令你居住得不舒服 甚至乎搬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进来 你一定会注意 何况是垃圾问题 基本上一般 我们这里居住的环境都挺清洁的 街道各样都是比较整洁的 当然也会垃圾 这些垃圾是没有公德心的人 我观察一下 主要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 可能家庭教育出了问题 学校教育也要负起这些责任 其实在这里 暖泡垃圾也罚得挺重的 我没有人被罚过 但我有些朋友也被罚过 也挺重的 也要罚得一百几十磅 曾经试过有个冤案 我有个邻居阿婆 去超游市场购买 购买之后 可能在手袋里拿着手套 或者拿些东西出来 不小心拖到一些东西 在手袋里掉了出来 直接掉到地上 他自己不知道 突然间有两位便衣 所谓的捉垃圾虫 council的人员 突然间出现 就说阿婆乱趴垃圾 然后还把垃圾倒在地上 所谓垃圾给阿婆看 原来 那些垃圾就是阿婆的衣服里面 那些线口 可能是阿婆穿的垃圾 那些线口也掉了出来 那些毛毛 掉到地上 便飘控阿婆 阿婆当然是气顶了 所以跟他争论了一段时间 始终都给了个告票 那之后阿婆当然 不行了 你这样搞法 是吧 即是冤案 那就是上了报纸 即是向当地的地方报纸投诉 以及向当局投诉 最后都是打掉了 是不用给的 其实这些情况 不是经常发生的 至于你说 如果你真的有心 放垃圾在地上的话 你就小心点了 因为随时有些便衣 就撲出来 是捉你放垃圾的 另外一个缺德人士 就是会把他弃置在公众地方 其实你会问 为什么他弃置在那些地方 明明Council会和你赌的 对不对 你怎么会赌在那里 可能那些废物 他自己可能没有分类 还有Council不会和他赌的那些东西 就会放垃圾 通常这些人看到 Council会投诉 Council会注意 注意的话 他会派人员、监视、巡查 甚至乎装CCTV 看看有什么人 是堵这些东西 甚至乎拿一袋垃圾 回去找 看看里面有什么蛛丝码 即是有没有信件 有没有名字 有没有地址之类的物件 从而追查到 谁是物主 就算你自己家居 堵取的垃圾 如果你分类 分得不干净 或者分错了 他也是会 不和你堵 而且是会 给警告信 是很顺利的 如果你犯了不知三次 即是你倒得不干净 不分类的话 他是不和你堵的 就算你给Council 它是不和你堵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当然就不做 做就清清楚楚 你会问 我不分类行不行啊 可以啊 那你就不要给Council 在市面上 也有很多 叫做垃圾的公司 帮你堵的 他们就真的不用分类了 他们会给你一个垃圾桶 当然要给月租 每个月要给垃圾费 即是说 那个垃圾桶要租 每个月还要给垃圾费 另外的情况 也有可能发生 就是说 你的垃圾桶里面 突然多了一些 不属于你的垃圾 因为你始终 黑垃圾桶里面 那些是有限数目的 我记错 好像六代 每一次最多 都会给你 垃圾桶 如果有些朋友 家里 是吧 整村人的 或者都不知道 做什么生意 或者都不知道搞什么 他可能会多过六代 有些人就很缺德 他就周围去找垃圾桶 是他呢 摘在你的垃圾桶 就是看到你的垃圾桶 咦 好像还有空位 他摘在你的垃圾桶 我也试过在这样的情况 如果他那袋垃圾 本身是 干净的 或者没有违规的 那你就很幸运吧 如果不是 如果他那袋垃圾 根本上 垃圾桶 也不会给你倒的 那你可能会 受到的麻烦 也不一定 所以 大家要留意一下 或者你的垃圾桶 不要这么早扔出去 或者早点收回来 我曾经试过 有一次 就是 倒了垃圾 倒了垃圾 但是 垃圾桶 送进来的时候 我垃圾桶里面 多了一袋垃圾 但是那袋垃圾 不是我的 哈哈 除了政府多垃圾 council多垃圾 或者一些垃圾公司 帮你倒之外 另外还有一些 叫做你给钱他 他就会 银行那些货车 也好 货车也好 帮你一二三 就会 抬上去 什么垃圾都可以 帮你清理 比如你那个后院 或者你那个 前院有了堆东西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会帮你清晰 给你一个特定的价钱 他会帮你清理妥当 这些公司 如果他是负责任的 他就会把垃圾 车上去垃圾桶里面 但是这些公司 如果车上垃圾桶里面 他是要付钱的 就是不是说 好像我们的住户那样 设个旗就可以上去 去倒 比如你是做生意 他是不会给你倒 除非你是给了钱 他就会给你倒 有些公司 无量到 就是他要省这些钱 他是将你的垃圾 车去那些荒山野嶺 就谈倒 就是等于香港所说的 非法倒来头 就是那类的东西 倒在那里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是吧 但是如果被人揭发到 倒在那里 有关当局 是会採取行动的 什么行动呢 当然首先 就是看看你 那堆垃圾里面 有什么蛛丝马尺 我曾经说过 看看有没有信件 或者有些物品 包装 有地址 有名字 另外 如果是严重的话 更加会在附近 放一些闭路电视 查一下 看看是什么人来倒 记录低过车牌 我所知道是罚得很重的 不论是 倒垃圾那个 或者是被垃圾倒的 也有可能失败 即是你给了钱 他帮你倒了之后 如果他是非法谈到的话 你也可能会有麻烦的 所以 光顾这类牛仔 是Cowboy 形式的倒垃圾人士 就要非常小心 如果说是弊的 我真的有很多东西 例如搬屋 有很多垃圾 床都丢了几张 那我怎么办 我车不上去 然后就向那些 有排的倒垃圾公司 设置一个 叫做skip 即是很大的 铁的铁的铁的铁 好像整个饭碗那样大 就把一个 然后就把铁的倒垃圾 倒垃圾 倒垃圾 倒垃圾之后 只要付钱 倒垃圾公司就会把整个盒子拿走 比较方便一点 但是费用亦不便宜 总结来说 我觉得 譬如你经收垃圾经费 其实 都未尝不可 也不会说对不对 主要就是那个时势 对不对 还有你怎样蒸发 你说英国有没有 其实英国是有垃圾经费的 不过你蒸了你不知道 他也计算到那个 council tax 那个税务那里 你给了你都不知道 是吧 另外就是说 看看你那个人口的组成 居住的环境 最主要是一件事 就是市民的态度 那个价值观 还有那个教育程度 究竟他对自己住的地方 喜不喜爱 爱不爱护 在南威尔斯的理由来说 那个叫做功德 是做得不错的 大部分人都是会 爱护自己所居住的地方 所以是会 极力是会 保护自己住的地方的环境 卫生 甚至乎治安 最主要就是看看 邻居有没有 架架镇 或者有些人 不应该来住的那些 是很留意的 是很抗拒 是 无论人或事 是搞坏了这个社区 至于大城市 真的很难控制 我们都在香港住过 对不对 你要个个都守规 举手秩序 注意卫生 有功德深的 真的很难 难之又难 非常难 其实这些措施 是对一些 守法 守秩序的人 是一种惩罚来的 你做得最好 是没用的 只要有三几个 不做的话 那这窩粥就会和 爱护自己居住的地方 爱护自己居住的城市 国家 其实是一种天积来的 没有人希望住在 一个垃圾缸 也没有人希望住 在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 任何事情 都是从自己开始做起 如果自己做得不好 你们都没有资格 去资质人家做得不好 是吗 记住大家 麻烦你们 subscribe like comment 和我share 出去最好 可能的 按一下小钟 谢谢